我刚才在下面看 你说我这个过去做剧 二十年以后我又来做剧了 叫做《非凡医者》 没错吧 对 这个剧准备在什么时候播 明年第二季度 明年第二季度 问一个纯粹的理念的话题 医院给你的感觉是什么 就是我会惧怕去医院 对 我记得我奶奶走的那时候 是她在华山医院 整个走廊里边全是老人 我从很多人里边找到我奶奶 然后她趴在那 她心口长了一个东西 她喘息不了 然后她只能坐在那 坐在那 然后她已经不认识我了 你不是陆天明吗 我说不是 我是穿穿 想不起来 想不起来 然后她突然叫了我一个小名 她就 她还是就叫我小王八蛋 我就突然知道 她就认出我来了 我的两任亲人 都是我到医院给她送中 就我会觉得 我对医院有一种敬畏感 就是她是 那种生命的一个终点 看你的片子特别有意思 寻枪 可可稀里 南京南京 王的盛宴 我看到两个关键词 一个是恐惧 一个是无力 无力的背后实际上是 直接导向的是死亡 是 这些主题难道那么吸引你吗 我觉得 其实我内心还是挺感动的 就是我接受那么多采访 我觉得今天蒋老师您是 第一个拎出 我觉得拎出 我内心那个东西 那个点扎到我的 你刚才提到两个 一个是死亡 一个是恐惧 对 因为我会觉得我的 头一轮的 十二年的一个创作 基本上是围绕这个在做的 因为 就是你对死亡的恐惧 是会一直伴随着你 你比如可可稀里讲的是 生存的挣扎 葬铃羊猎人 还有那个 保护葬铃羊的人 他们是一个食物链 其实变成的 而且就是你会发现在 那样的环境里 人定胜天是个伪命题 你没办法胜天 你不可以胜天 你需要的是 真的还就是老祖宗说的 天人合一是最伟大的 群羌其实我和姜文 为什么能够一拍即合 我们俩都有那个 在那个命运的 那个交汇点上 对 大家有个共识 对 然后南京南京 是可可戏里之后 拍的 我觉得在可可戏里里边 你对生命 对死亡的探讨 我当时拍完那部电影 我觉得还没有做完 比如人怎么面对死亡 在可可戏里其实看到了 但是 人在死亡面前 怎么可以勇敢 这是我想知道的 因为我觉得我不够勇敢 所以我其实 南京南京恰恰讲的是 在死亡面前 怎么能做到勇敢 而这些事情都是我从浩瀚的史料中捞出来的 是真的 到了王的盛宴的时候 其实 其实我 会开始在想 又是什么 怎么会让人去贪恋 这个这些呢 王后将相 您有种祸 后来我发现 其实 权力 权力的这种 会让人 走样变形 走到自己 灵魂的阴暗面 人格扭曲 对 我觉得我拍完这四部戏 我感觉我 第一阶段的 心灵的阴影 放下了 我觉得不管 喜欢与不喜欢 我陆川 作为一个半岛出家的一个电影人 我的梦想 持续了十几年 我用十二年的时间 做这四部电影 我是没有一毛钱遗憾的 我一分钱遗憾都没有 我all in在这事上 我是百分之百自己的表达 你很会找一个 用现在的话来讲 叫做治愈 你有问题 但是你通过你的创作 不能讲治吧 疗愈我的问题 其实我 越是这样 我越不想去避 我想直面它 直面它 对 我想直面它